英媒指,中共批發新疆勞工每批50至100人 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中共一直在否認迫害新疆維吾爾人 不過英國媒體披露中共將維族人批發到各地做勞工 並對他們進行嚴格監控和所謂的半軍事化管理 而被中共提供的維吾爾族勞工每批有50至100人 《天空新聞》4月16日報導 新疆政府在它2019年的五年計劃中宣稱 要執行所謂的勞動力轉移計劃 以為正如的農村勞動力提供更多就業機會為理由 將許多新疆人運送到其他省份去做工 這些新疆人的轉移需要中介介紹 在大陸網站上,《天空新聞》記者發現 裡面有幾十篇中介廣告說 可以成批地提供維吾爾族勞工 每批50至100人 有一個廣告甚至說 政府可以保證這些工人的安全性 按照廣告提供的電話 《天空新聞》的記者和中介進行了聯繫 一名中介對他們表示 新疆工人在被調動前 需要進行政治審查 當地開介紹信 而接受他們的地方政府 也要對他們進行政治審查 中介還說 所有工人都有一個主管 對工人進行半軍事化管理 另一個中介還說 如果要調為52人工作 必須經過當地政府批准 因為所謂的少數民族問題 是一個嚴重問題 而三分之一的中介表示 這些新疆工人主管的工資 由新疆政府人事局支付 《天空新聞》的記者還來到一家據港 僱用了200名遺族工人的山東工廠 那裡的負責人說 所有的遺族工人都不在工廠 都回家了 而且說強迫勞動的報道是胡說24 工廠負責人還說 遺族工人都是自願去該廠工作 他們的工資至少接近3,000元人民幣 而且他們的宿舍裡還裝有空調 不過記者發現這些宿舍裡 都被工廠的攝像頭監控 而且這間廠的前廳還裝有警察的防暴裝備 之後當地的12名警察 和共產黨官員趕到 對天空記者詢問了大約2小時 然後命令他們馬上離開 在同一個省份的另一家海鮮加工廠 經理對記者表示 這間廠沒有遺族工人 在他工作的幾年中 這間廠從來沒有僱用過遺族人 不過2020年3月18日 這間公司在網站上介紹 該廠歡迎來自新疆的維吾爾族工人 還說這將有助於減輕貧困 並促進民族大家庭的融合 隨後文章被刪除 根據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的一份報告 在2017至2019年期間 至少有8萬名維吾爾族工人被轉移出新疆 但實際數字可能要高得多 人權團體警告說 這可能是對新疆人的強迫勞動 之前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道 美國華盛頓智庫 全球政策中心去年12月14日發表報告 披露新疆維吾爾等少數民族被迫逃手採摘棉花 僅是2018年 新疆三個主要維吾爾人集中的地區 就有超過57萬人被強制勞動採棉 流亡海外的維吾爾人穆海表示 新疆成為中國棉花及其他經濟作物的產地 維吾爾人被強迫勞動以非朝夕之事 他本人和親屬在學生時代 都曾被組織參加沒有報酬的採棉行動 而目前最令人氣憤的是 很多維吾爾被驅押者 從集中營轉移出來後 也淪為採棉勞動力 採棉只是眾多強迫勞動的一種 聯合國專家和人權組織估計 近年來 在中國西部新疆地區的一個巨大的集中營裡 已經有超過100萬人被拘留 其中主要是維吾爾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 很多前囚犯說 他們在集中營裡受到意識形態的洗腦教育 以及遭受虐待 今次的《紳士閣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多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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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多多支持